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那我们今天谈一下2023年 到底有最凶双灾心会现世 将持续就是七天凶事不断 听起来真的我都腿软了 不过还是要好好来告诉大家 这个天象的异常 加上天灾加人祸 到底还会发生什么呢 你大概没有办法想象 反正你没有办法想象都会发生 所以我一直在告诉大家 我在周报里面呢 我开头就劈头就讲 我说请大家务必要小心 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 一直在警告大家说 今年凶事还是会很多 尤其是农历的二月 看到没有 一月发生土耳其大地震 还有呢 接着下来的问题还一大堆 我们继续看 二月太阴化季 你知道连争武皇煞呢 连争武皇煞是代表什么 政治乱象 战争 没完没了的俄乌战争 现在呢 把台湾都脱下水 日本现在害怕 日本害怕了 害怕战争了 他怕死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败的国家 当然怕战争了 好 北韩南韩呢 不断的在盛宵城上的 每天在四十又飞弹 那个北韩啊 那个金正恩 真是跟个疯子一样啊 哎这些国家真是发疯了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太阴化季 太阴跟土地有关 大家知道跟土地有跟地球有关 这样子大家知道吗 跟地球有关 农历二月太阴化季 农历三月连争化季 农历四月巨门化季 这些新化季真可怕 太阴化季在任何的公卫呢 皆不利其人 尤其是女性的六亲 太阴守六亲公 所以呢 如果化为季心 对日生的人更为不利 白天生的人比较不好 太阴是晚上生 女人要晚上生 傍晚以后生都会 有时以后生都非常好 但是呢 如果是白天生的人 太阴反背什么 那就太阴反背 太阳太阴反背都不好 就六亲无缘 甚至呢 生离死别 男主克母呢 妻女儿 且有精神痛苦的倾向 女主人呢 则克母亲 克自己 克女儿 也有神经质的倾向 其人与母无缘 或上午的机会会增加 老师姑妹 最近呢 我帮一两个 这个海外的客户看 一看 哇 你妈妈病重 她说吓一跳 新加坡的客户 我说你妈妈病重 她说连我妈妈都可以看出来 当然可以啊 因为太阴化剂 整条线跟文曲化剂 是断掉的 而且这个断掉的 刚好在无鬼位 所以我就说 你妈妈病重了 她说对 我妈好像不太行 我说你这一生跟你妈呢 缘分非常饱大 说我妈看到我就想骂我 还奇怪 她好好的乖乖的 为什么会骂人家呢 就是无缘嘛 所以你要知道 像这个太阴化剂 太阴化剂组土地 所以躁动不安的土地呢 你看我们台湾 每天都在地震 吓死人了 等一下四林地震 等一下北投地震 等一下又是宜兰地震 又是花莲地震 要不然高雄台南 哎呦 嘉义也在地震 莫名其妙地震一大堆 虽然没有很大 但是呢 也令人大家很痛恨吧 对不对 还有呢 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太阴化剂还不止这样的 不关地上的 天上飞的 路上走的 好 包括火车 我们一一来检视一下 给大家看 三月的联真化剂 农历二月太阴化剂 三月联真化剂 联真化剂加联真化剂 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知道吗 双化剂 病菌又来了 新的 真恐怖 好 连着呢 跟政治有关的议题会越来越严重 炒不停 好 我想我会开新节目给大家 我们准备来做talk show 好吧 海洋老师的talk show 我们会有 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会请特别来宾来做一些谈谈政治议题 真的 农历自愿呢 巨门化剂 对不起 我那个频道会放在林海洋的全球官方频道里面一定要去订阅哦 才会看到很精彩的节目哦 好不好 那个节目会放在呢 我们会放在全球官方频道 所以请大家先去按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且化剂心为五行输水 连真化剂呢 水火又相克 所以呢 乌落偏逢连夜雨啊 必然加重其害 变成解不开的纠葛死结 所以呢 谋事多不顺遂 欲事心烦意乱 毫无章法 行运逢之呢 常有龙困浅滩 怀才不遇之感叹 哪里是这样子而已啊 有些人运气不好 就命在旦夕呀 好 讲的这么难听的话呢 大家应该要很清楚 请你们开车要小心 请你们搭飞机坐火车 甚至坐船 都要非常 不要再去华龙舟了 好不好 真的我好害怕 你知道吗 我们当时的COTIN-19呢 连着嘛 那个轮船上面 全部不能下船 大家记得吧 现在有新的变种病毒来了 新的病毒啊 不是变种而已 是病毒又来了 好 请大家要特别小心 4月的巨门化祭 讲到这个巨门化祭呢 巨门新化祭 幼主思考问乱 尤如蜀愿呢 人讲 人说说不听啦 鬼肯哭哭走啦 有台湾话说得很趣的啦 真坏听啦 人保你走路你不走啦 鬼肯哭你哭哭对他走啦 要听有喔 鬼牵着你拼命走啦 人牵着你就不肯走啦 讲也讲也讲不听啦 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啊 哎呦很惨 所以呢 这个呢 所以常常做出错误的决策跟判断 当然容易败家损财咯 并且往往损得糊里糊涂不明不白 事后呢 又多认为损失非己所愿 心有不甘 睡不好 常怪枕头歪 哎 你睡不好你怪枕头是歪的 不会开船又嫌那个西 西太弯了 河道太弯 不能筛准陷K弯 有没有听过吗 好 你不能筛准就算啦 你又陷那条K弯 你就不会开嘛 那你说你的开车技术不好 你又喜欢在那个 九弯十八拐什么耍帅啊 还撬狗链啊 你看看要不要命啊 常常跟相关籍周遭的人呢 引发口实是非纷争困的 好我告诉大家 丁有年的人要小心 丁有是谁呢 哎 韩国瑜就是丁有了 好我们拿他来当例子 他就是丁有 丁有呢今年有刚好太岁曾宗 有没有觉得他好像有点销声匿迹的感觉呢 选举要到了 但是为什么没有看到他呢 我们讲一下他这个 当时呢就是呢 他的错误的决策跟判断 所以呢让他呢 措施了一个 好好的高雄市市长的宝座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聚文化记就会判断错误 糊里糊涂不明不白 啊那事都不知道 好了很难听啊 不要再讲下去了啦 不过你们要锁定我的节目好不好 我一直在思考一件问题 这些政治人物哦 我们看到的媒体呢 他们讲的话会是真的吗 没有 名嘴他们也会有倾向啊 我是一定公正公平好不好 谢谢大家 帮我按订阅开小铃铛 两个频道都要赶快按订阅开小铃铛 合掌祈祷一下 金门3月2号一班 飞往高雄的立荣班机啊 阿弥陀佛 在起飞后突然发生异常的讯号 飞机甚至有下降的情况 让旅客相当惊讶 还有呢 长者呢合掌祈祷平安降落 念经了阿弥陀佛 奥马尼北米红 立荣航空表示呢 当时机长为确保呢 飞航安全呢 以标准程序返回金门 乘客则说 大家在机上都吓死了 好在最后顺利降落 但仍然感到惊魂未定啊 怕死了 我跟你说 如果是这样 你知道忽然间 飞机出了状况 所以还好 马上折返 安全下来了 阿弥陀佛 真的 保佑我们这些人很平安 异常讯号 立荣 立荣说明呢 B78912航班呢 在前几天的上午9点15分呢 由金门飞往高雄 但以前在起飞没多久就发生异常讯号 机长为确保飞航安全呢 依标准作业呢 程序返航金门 航机已于9点45分 安全降落在金门的经厂 该航班的班机呢 ATR72600 旅客供9人 也将4位旅客安排 代替航班 还好阿弥陀佛就安全下来了 但是这个事件就没这么好康了 惨了 看到了没有 这最近的事情真的是 你的想都想不到 连火车都要相撞 哎呀牙齿去咬到我的舌头一样 我没有咬到 我只告诉大家 牙齿去咬到我们的舌头一样 看有得衰吗 真的 阿弥陀佛 我们为死去的人祷告一下吧 很多人死掉了 希臘消防官员指出 两类行驶在雅典与地煞隆尼基之间的火处 2月28日晚间发生相撞出轨事故 至少两节车厢起火 已经57个人死亡85个人受伤 还有很多人都是重伤 可能还会增加死亡人数 为当地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火车事故 造势原因目前人不清楚搜救行动人在进行当中 看到了没有 所以你觉得很安全的这些都已经很不安全了 阿弥陀佛 好 旅客落轨 高铁3月1号下午船主有旅客调到铁轨去 高铁表示南下1321车次列车在下午4点7分进入板桥站的时候 驾驶发现有人员落轨立即紧急停车并报警 该出事列车停死后续列车 均一时刻表正常发生 目前落轨人员已送往1月进行后续治疗 阿弥陀佛 真的你看好好的你怎么会落轨呢 我常说你们不要站太前面吧好不好 把这一面看重要一点吧 你可能以后是未来是总统 我常跟我们小编讲保重自己 搞不好你们以后还是未来的立法委员跟总统 加油 好了阿弥陀佛就好了 饥荒加剧 北韩的经济受到多种因素的冲击 像是洪水台风 因何能及飞弹计划所受的制裁 以及因为COVID-19的疫情封锁边界 导致中国间的贸易急剧下降 南韩先前曾经警告 近来北韩部分地区20人激增 这两个国家百年世仇 真的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化解 那你想想看 金正恩的妹妹 有一次就把他们的共同的办公室给炸了 你看看够狠吧 你不要小看女人 现在女人这个月太阴化剧 不要小看女人 但是你看到我们等一下再讲一下 金正恩也强烈呼吁 在落实今天的粮食生产目标上不容失败 如果连百姓都吃不饱 国家要叛乱的 大家知道吗 看到没有 香港那么年轻漂亮的一个女孩子 结了第二春婚以后 没想到被分尸 到现在尸体还没有完全找到 我们另外做节目给大家 搞不好我就用脱克秀来跟大家讲 好不好 因为这些资料 真的是太多了 我没有办法想像 这种事情都可以发生 而且 把他的头颅拿去煮 看到了没有 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都在这个月发生 好缺水危机来了 台湾南部地区最近陷入缺水危机 南部降雨持续不佳 水情告急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提出警告 伊索皮亚索马利亚和肯亚 正经历4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 没有办法都要死多少人 好惨 超过1800万人面临严重的饥荒 人道组织要赶快救援 美国43%以上的地区在2022年7月 处于干旱状态 截至2022年的8月 超过1.3亿人受到干旱的影响 美国更恐怖 3亿多人有1.3亿人受到干旱影响 台湾要小心 损失2.29亿英亩 相当于26个台湾大小的农作物 看到没有 这天工不作美 美水真是活不下去了 真的好惨 美国1.3亿人知道吗 总统拜登还在什么 军援乌克兰赶快停战吧 你的国家都变成这个样子 还在搞军演 我的天啊 这些政治人物 真的 韩老师要在我的全球频道 林海洋的全球频道 新的频道里面 我们开始要脱口秀好不好 找一些名人 找一些政治人物 我们来谈一谈 到底呢 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会真实呈现 不过需要写俏笨 要等待一下下 下礼拜我们再来好不好 好 台湾猴豆 那国内首次出现了两名猴豆的本土个案 而且一名位在新竹 一名位在高雄 台大医院感染科主任的医师谢斯敏坦言 社区可能已经出现已经传播链 卫福部部长薛瑞元3月2日也说 采购疫苗是必要的 疾管署副署长卢宜君表示 专家会讨论把疫苗开放 皮内注射方式的使用 让疫苗更有效应 跟各位报告一下 你们知道猴豆会是什么 像天花一样 看到没有 斑斑点点 你看到他的手整个斑斑点点 身体都斑斑点点 告诉各位 我们家族就有人生过 像这样子斑斑点点的 很可怕 他到老的时候 皮肤还是一块一块都像白斑一样 我们家族就有人 真的 猴豆就像天花一样 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出过天花 多可怕 差点没死 好 那我去大火 尖沙嘴中间到新建中的海园之家大厦 3月2日晚上11点起发生大火 右边看到没有 港岛区居民隔着维多利亚港 都能看到对岸发生火警 火警中有三人受伤 需由救护车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治理 火穴四散导致附近多栋大厦被波及 包括 然后重庆大厦 喜来丹酒店以及天台先后其后 幸随后被救席无人受伤 告诉各位 这种都是连环 我们台湾也有 我们台湾很多 包括垃圾山 整个都被烧了 你看到没有 然后台南的居民骂到翻天 说晚上没办法睡觉臭死 然后高雄 高雄是无名师一大堆 整个河里面吓死了 来我们再继续看吧 天降雷击 德国汉沙航空公司 航空有一架 有一架从美国飞往德国的客机 在3月1号的时候突然于高空中遭到雷击 那导致客机急速下坠1000英尺 大概304.8公尺 就忽然间这样下降 更使得不少位系安全带的乘客当场喷飞 直撞机舱天花板见血客机在48号紧急迫降 并将7名受伤乘客送医 所以坐在飞机上那真的很倒霉 你知道吗 我是不是叫大家都要买安全旅游平安保险呢 我一直在强调 请你们花点小钱吧 买一点保险 就算给保险公司赚也没关系吧 至少保个平安嘛 是不是 出了状况你看这7名是不是就要自费去看医生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宜蘭地震 宜蘭2月3日凌晨4 昨天晚上我还在做功课呢 我还在写资料呢 我就忽然间觉得说 头好运了怎么一直在摇 一直在摇啊 就摇起来了 过了一分钟两分钟以后 看到新闻 因为我开始电视机 然后在写功课 我就在客厅里面写功课 半夜还在写功课 然后呢写到两点多 结果呢 这个 宜蘭的这个南澳发生 瑞士规模4.9的地震 深度只有10.8公里 那不少民众在深夜当中呢 被剧烈摇晃给惊醒 就有不少宜蘭人透露了 这次地震 尽可清楚听到一声蹦的地鸣 哎呦 那还得了啊 我们在乌鸦板块呢 要小心喔 好 你们不要说我吓你 我做了一篇地震 你们一定要看好不好 我把日期都标示出来 真的 你看我没事 希望不要准 好 不要准 最好不会准 我们小编都说我是马周伯 每次讲那个地震的时间都很准 希望不准 你们就不要骂我不准 不准最好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希望大家小心好不好 因为呢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1999年我们921大地震的时候 土耳其找我们一个多月地震 他在1999年8月17号地震 发生7.8级的大地震 结果我们台湾呢 过了一个多月以后呢 极极921大地震呢 发生了7点 美国说7.6级 我们说7.3级 到底7.6还是7.3 反正倒了1万多栋的房子 死了几千人 就这么简单 很惨好不好 好我们来继续看 毒气蔓延 弥漫 伊朗最近呢 几个月至少10间女子学校 发生疑似遭毒气攻击事件 学生们呢 闻到怪味后出现身体不适 甚至无法行走 被紧急送医 伊朗官方表示 这都是有心人是在背后操弄 目的是想关闭女校 恐慌弥漫整座校园呢 广场上躺着许多女学生 她们都感到胸闷身体不适 这个月太阴化季 你看这些女神多倒霉啊 毒气蔓延学校 女子学校好恐怖 万一呢死了人看怎么办 残垣的瓦砾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所估计呢 2月土耳其 吉叙利尔边境的地区的强震 土耳其产生大约1亿立方尺的残垣瓦砾 强震留下的残垣瓦砾呢 是2010年海地强震的10倍之多 10倍能想象吗 海地在2010年的时候呢 她们的总统还遭枪杀呢 还有呢 10倍你可想象呢 她们才7.2级耶 在这边7.8级你知道摇了几次了 那一天还摇了一个6点几级的 又摇了一个5.6级 又倒了好几栋房 好 清理作业人在进行中 海地201年1月发生规模7.0强震 太子港大部分地区跟临近城市沦为一片废墟 造成超过20万人罹难 約30万人受伤 遇150万人无家可归的悲惨事件 不怕吗 地震比两颗原子弹更恐怖好不好 广岛的两颗原子弹都灰灰烟灭了 日本啊 二次世界大战 你知道土耳其这次是150几颗的炸弹 一起轰下来就两 几秒钟而已 你看看那个海地啊 20万人罹难 30万人受伤 150万人无家可归 你知道这一次呢 土耳其跟叙利亚到底有多少人无家可归 一定是上千万人 我们继续看悲惨的世界 好 回忆凶猛怪事不断 未来将会如何发展呢 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 这个月呢绝对不是安全的月 绝对不是开心的月 也绝对不会是快乐的月份 我已经讲过有六件大事会发生 第一件大事呢毒气外泄 第二呢就是爆炸案会特别多 第三个呢 所有的在天上飞的地上走的火车轨道 都要非常谨慎跟小心 第四个就是地震的来临 第五个呢天后异常 好 那连宜然都听到地名的时候呢 我们呢北头的大屯山 我们宜然外海的灰山岛 真的要好好的来检测一下了 如果呢接着下来的问题呢 还会更多缺粮大危机 还有超级细菌来了 这都是我在去年预言的事情 好今天呢我想呢 海洋老师讲下去呢 胃都在抽搐了在痛 真的我不希望世界这么不好 我们希望是看到好的一面 希望大家好好的显示一下 我们怎么样救这个地球 我们怎么样拯救我们自己的人类 好不好 希望我们呢好好的爱着这个地球 不要忘记了 爱地球是我们的责任 也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好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帮海洋老师按赞分享 开订阅按下小铃铛 另外一个全球频道也帮我去按订阅 开启小铃铛 那边有影片喔 谢谢你们 拜拜 好谢谢大家